哈喽 大家好 我是郭海修缠 咱们这个视频呢 重点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止损应该怎么去试 好 其实呢 在交易当中 止盈止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懂止盈止损 相当于开车不会杀车一般危险 好 那么咱们给大家先讲一下 其实呢 对于很多国有来讲 不设止损是产生巨亏的根源 不会设止损呢 是闪乎的通病 而试了止损 不严格执行 是老股民最常犯的错 其实像这样的视频教程 咱们在前面有过讲解 那么呢 考虑到近期有非常多的粉丝呢 关注修缠 那么呢 我觉得这样的课题有极为重要 那么今天再一次给大家去讲解 好 那么咱们先把核心的环节放在前面 那么设止损的两条核心原则 其实呢 最核心的是只有一条 是什么呢 就属于最大承受亏损的范围内 找支撑 在支撑附近略下方 是支损 这是一条原则中的原则 那么第二点呢 是属于 有明显的个股不及预期 那么呢 又有新的方向 新的 更强势的逻辑 更强势的方向 以及呢 更符合条件的个股可以进行换仓 好 那么咱们先给大家去讲 在前面呢 修缠给大家分享过 像手板绝金战法 像蛟龙珠海绽法 牛股绝金 残润交易法 那么像手板绝金战法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核心点 它是一种模型 例如说呢 经过长时间的震荡 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停 而且涨停板的话呢 它又是突破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平台 那么有绿盘的机会呢 可以去把握 而且这样的涨停板最好是在日的点上面 那么呢 如果说有绿盘 有这样的一个回踩低息的机会点 后面呢 能反包 能够强制涨停止股 如果说呢 冲高不能涨停 那么超短线及时的止盈卖出 那么对应了手板绝涨的位置 作为止损位的一个参考 如果说绝涨位置略下方 是144点均线的位置呢 那么就把止损位 设置在144点均线即可 好 这是咱们前面 手板绝金方法的关于止损的一个设置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是进入进入这样的一个还涨通道 然后呢 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手板 或者出现这样的涨停 强势突破 那么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这一幅和咱们这样的折股的一个审美 好 那么交流出来交易战法的话呢 咱们给大家讲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例如说 像诺德股份 那么底位底价长红盘刚刚突破轨道线 回踩不破去买点 这是咱们前面呢 关于交流出来交易战法 给大家讲到的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专门针对于强势个股的突破后的回踩 那么呢 它的一个放弃的原则很简单 如果说后面对应了又破了 或者回到这个轨道线内 那么视为弱于预期 就是呢 本来是抢布局的 或者呢 博的是强势股突破之后 回踩确认再走强 这是它的预期 如果说后面呢 没有 结果呢 又回到轨道线内了 我们就放弃 这是这个方法的一个逻辑 而且当时买点的话呢 咱们给大家讲 突破的时候呢 它伴随方样 MICD呢 临组上方的警察状态 结合呢 又站在主力车门线的上方 这样公正来佐证这样的一个突破有效 回踩不破把我买点 那么呢 放弃的原则 好 再次的像咱们前面给大家讲 牛股绝经操盘 其实呢 是一个主家的均线操盘体系 五十三 一百四十四和七八二 那么像咱们近期给大家分享的三线操盘 其实呢 是一个更简化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里面呢 给大家讲到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呢 偏离五均一定要减 如果说呢 对于波段来讲 破了十三天均线呢 这是要离场的 而最初的一个进场的话呢 它的一个止损设置参考一百四十四天均线 例如说同样的 个股 像诺德股份 如果说用 用咱们 均线操盘的一个 用牛股绝经 操盘这样的一个操盘体系来进行观察和看待的话呢 例如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经常 把握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公正 好 那么呢 可以在什么呢 这是一个对于买点的一个把握 买点的一个把握的话呢 那么下方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把这种方法呢 是把握这样的一个趋势个股的一个做法 趋势个股的做法的话呢 那么下方找支撑 如果说后面真的走弱 走坏 那么呢 要放弃 而且呢 咱们用的是一个试 前面给他分享的是试盘 试错 好 先例五军要减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破了十三天均线呢 波段角度来讲也要离场 好 那么咱们给他讲的关于残论交易法 咱们一方面呢 讲的有残论的技术教程 另外呢 关于残论交易法讲的也很多 那么这里面呢 残论当中 它是买点和卖点对应的 符合买点买 符合卖点卖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 咱们再给他进行用更多的 个股进行举例 列说什么呢 像咱们前面 好 列说像金空电力这样的 咱们前面呢 用手把绝金的一个事要点到 后面的话呢 给出这种绿盘DC的机会 那给出这种 其实像这种四连板走强 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 并不是说符合什么条件 它就一定会这样走 但是呢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它这样走了 我们能够赚到这样的盈利 那么反之的话呢 像这种咱们也是点到过之后呢 后面强势三连板 但是没有给揭露的机会 好 像其正妖业 咱们前面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后面呢 绿盘 那么呢 在掌停板七掌位置附近 这个位置呢 参考设止损 后面如果说跌落 回到这个位置了 那么呢 我们可以严格示好止损位 设止损就是属于那么 止损放弃即可 走强了 那么其实止盈 这种像药皮 玻璃 咱们前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用手板掘迹的一个方法呢 点到 后面呢 有这种灰彩的一个绿盘低吸的机会 后面的话呢 哎 你没有必要非得说 我卖在6块9的位置 而是给我们一个强势的反饱止盈 下方呢 像这样的话呢 在144点均线的位置 设止损位 因为它在手板七掌的位置略下方 就是144点均线的一个支撑 好 这是咱们手板掘迹关于支损的一个实质 那么呢 用交融出海交易战法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例如说像格林美 好 那么呢 突破 把握这样的一个回踩的机会 这样的一个公正的买点 那么如果说止损的一个市值买入过之后 它的一个回落 如果说呢 最终在这两天几天 回落 破了这个轨道线 就是进入轨道线里面了 说明它入预期了 入预期对应的话呢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呢 出现 不管是出现在那个高位平行 高位的高位的这样的长上影矩阵 方矩量 那么呢 或者说呢 结合咱们前面给它讲过的指引的方式 那么今天咱们重脸讲的是关于支损的一个设置 那么同样的 用均线用咱们三线操盘的一个视角也是如此啊 在这样的节点把握 那么的话呢 例如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这是一个公正的一个条件下 你补决了 支损位呢 在144天均线设置 好 那么如果说你在这样的一个低息的一个视角 把握的 那么就不能在144天均线了 而是呢 以它13天均线 作为一个支损的一个参考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任何一个方法 卖入 止盈的卖法和止损 它都必须是严格的 只有这样的话呢 方法才可执行 才可操作 才可运营下去 否则的话呢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 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 当然做一个 思考 你对于你来讲 关于止损这一个内容 你是在买入之前 就想到这个问题 还是买入之后 等它后面跌了 调了 然后呢 再想着怎么办 如果说你在之前就想到这个问题 那么你对于买入 能是否符合买入条件 下方是否有支撑 在什么位置止损 这本来就是一个 买入之前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说你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 买入过座 涨的话呢 你赚点钱走了 如果说一旦调 调一调个三个点五个点呢 你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淡定 如果一根大阴线 大阴线下来 那么呢 自己会六成无足 然后的话呢 说止损自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亏损面积比较大了 所以说呢 就会面临 就是呢 就相当于幻想明天会涨 不断的幻想明天会涨 最终的话呢 久而久之 赚钱的话呢 可要么又不是在解 不是被讨 就是在被套的路上 好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像距离所距 距离所距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我看有朋友留言 因为咱们在他的一个手板的位置也点到过 当时给他讲呢 他在前面这个位置呢 是有压力的 看他能不能突破 结果呢 这个位置呢 第二天强势突破之后 后面走出了这样的一个六连板 那么六连板之后的话呢 这样的个股一旦不能连板 像这样的高位 方距离巨正常上赢 那么呢 它是一个资金松动 后面的话 跌停之后 反报 那么估计呢 可能会有个月朋友 可能自己 哎 或者是追高 或者是侥幸的心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就属于什么呢 如果说错过了最佳的买点 后面的话呢 宁愿去放弃 那么像这种个股呢 就用短线的一个逻辑 来给大家去 讲一点的话呢 是属于 什么的一个 道理呢 例如说 短线的一个逻辑里面 像咱们手把绝巾 今天就不细讲了 咱们前面讲了很多很多次 例如像超低反弹 例如说呢 像 像强势股的反报 这个反报的话呢 是一个预期 它可以反报 那么我们的判断 如果说错了呢 或者说市场的走势 永远是对的 不过它反报的有些 叫它没有反报 而走弱了 怎么办呢 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那么只能是 看你严格止损 设置的 以及执行的彻不彻底 错了不怕 错了你还有钱 错了你还有仓位 错了你还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 如果说 你该止损没有止损 该应对没有应对 后面的主要站的升跌 面临重资金 被生套 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会特别被动和煎熬 好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例如说 这是 逻辑上面的东西啊 那么再给它进行 举例的话呢 像关于此营 咱们前面有专题的视频啊 咱们今天重点之 讲之顺怎么去试的一个问题 例如说呢 像超关于超电反弹里面呢 例如说像咱们前面给它举的例子 像中兴通讯 很早之前就给它讲到过 那么呢 像这样的给我出现手板过之后呢 当时给它讲 5G的反弹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 它应该是会有一些小的言语性 那么当时给它讲 30块1毛6 已经到这个位置 气场的位置 两个低点连线 其实呢 当时就是一个止损的一个设置嘛 那么你只要说 有这样的一个止损的一个试试参考 那么呢 把握这样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 那么反弹 浅高附近 对于短线来讲呢 随时可以止盈 那么如果说震一震震一震 再往上走 然后五天十三天均线 纷纷上穿144 量堆也保持好 它可能有超电反弹 发展成为趋势 没有发展成趋势之前 短线就是见好就收嘛 止损也是这样逻辑 列说像浪潮信息 咱们前面给它举例的时候呢 就讲到这一天收摆的时候 就给它讲到过这样的一个逻辑 就说呢 列说在这个涨定买气涨的位置 我们把低点和低点相连 你只要说有一个止损位的一个设置 这是在买入之时或者买入之前 就应该想到的 好 那么就所谓的不及预期的前提下 明确个股的一个换仓 不管是把握反包的一个预期 还是超低反弹 还是属于在趋势个股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 顺势和借势的 这样的一个低气高抛的操作 一旦呢 连续几天三天或者是三天内 或者是几天之内都不及预期 也虽然说没有虽然升低 但是呢量能在减少 或者说呢也是属于 所以明显的和预期截然不同 短线来讲 也是如果说有更好的方向 更强势的逻辑 可以呢明确的换股 也是可以提前卖掉的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点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市场当中 分析是一码事 交易的话呢是另一码事 如果说我们分析的 不不存在说分析的对与错 只是说逻辑对不对 已经呢理论严不严谨 然后的话呢 是不是有足够的道理和依据 但是再有道理和依据 它不等于现实 如果说后面的走势 和我们分析是一致的 那么呢我们顺势而为赚钱 如果后面的走势 和我们的分析不是那么一致 或者入为预期了 或者是按照不好的方向发生了 我们只能通过纪律 来规避风险 来控制风险 就拿就拿江银来讲 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对江银理论会有影响的 像江银理论的话呢 其实它的一个伟大之处 或者它的一个厉害之处呢 除了发明江银角度线 包括呢像 像江银理论本身 包括呢江银买 它更重要的还有一套体系 叫做买卖法则 就说呢分析的一个视角 交易的话呢 有对应的纪律的一个视角 如果后面的走势 和我们分析 和我们这样的一个预想 或者是这样的推演 是往不好的方向发生的 我们的纪律是可以保护我们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纪律 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损的意思 那么对应的话呢 其实大家想一想 有多少是在行情轰轰烈烈上涨的时候 自己呢可能也赚了点钱 或多或少 但是行情一旦 一旦呢进入这样的一个切换 或者是进入这样的一个阻入 那么呢 快速的 把赚的钱还给市场 甚至还亏损本金 那么咱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给大家讲的 只是结合咱们前面的一些 分享过的战法 这是强化 关于止损的一个市值 好 那么呢 最后呢 其实对于每一个交易者来讲 一念生喜 一念生悲 念念为痴狂 交易本身呢 就是一场孤独的旅程 它的孤独在于 你听了再多的道理 学了再多的技术 最终还是要凭借你个人来去驾驭和执行 如果说你听的 学到的 但是你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执行 或者是没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驾驭 实际上 也是很难做好交易的 那么像修长给大家点到的 不管是 就是点评的 不管是方向也好 还是说是板块 还是说个股 其实呢 都不是作为推荐大家去买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更多的话呢 它是一个视角 以及呢 这样的方法 应对的方法 这个视角和方法 对你来讲有没有帮助 能不能帮到你 有没有能不能引起共鸣 或者是启发 对自己实在的东西 是不是真正有用的 这一点很重要 好 另外呢 再强调一个事情啊 像现在的话呢 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微信 但是呢 像修长 有自己的微信 但是没有所谓的公众微信啊 所以说呢 如果说有冒充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注意避免上当受骗 好 这是今天晚上给他分享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希望呢 对大家会有帮助 而且呢 感谢很多粉丝朋友的 这样的一个一如既往的支持 和这样的亲自收听 那么像 也是呢 在昨天晚上 今天 修长的话呢 看粉丝已经突破五万 当然了 自己在不断努力的同时 也是有很多给粉 很多粉丝 一直一路以来的相伴和支持 是分不开的 好 我们再接再厉 争取呢 在 2021年 撸起袖子加油干 弄一个好的收成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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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